玉林一名小吃店老板到超市买东西 顺便领了7万多块钱的货款 但是放物品到后车厢的时候 把皮包给遗忘在车厢盖上面 开车回家途中的钞票是飞出傻满地 7万多块都掉光了 还好热心民众帮忙捡了3万多块钱送到派出所 老板很感谢 行车记录器中可以看到 汽车一路行驶后方却有东西不断飞出来 仔细看居然是白花花的钞票 车子开到哪钞票就沿路上 但驾驶却浑然不觉 回到家才发现钱包里的钱怎么通通消失 超级错 我一路开车回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我找不到钱包 然后后来我才看到他在我的车子的后车厢上放 原来这名老板在玉里镇上经营一间小吃店 上个月他在光复路上的超市买完东西后 致命领完7万多元要缴货款 他把物品放在货车厢之后 把钱包移落在车厢盖上 开着回家路上 钞票沿路散满地 虽然老板觉得找回钱的几率不大 但还是打电话给禁局询问 也许是要发给员工的薪资 没想到自己却放在行李箱盖上而遗失 很感谢民众的实惊不昧 以及警方不持辛劳的热心服务 最后也呼吁民众有实货金钱 请尽速送到警察机关 方便同仁迅速受礼找到施主 幸好有热心民众 捡了3万多元交到配出所 老板虽然觉得无奈 零个7万损失快一半 但依旧要拿出1万元 感谢热心民众实惊不昧 据着高雄雄欲证采访报道